大家好,我是大叔饿斗 现在是蚕豆大量上市的季节 蚕豆虽然营养美味又好吃 却难以保存 过了这个季节就很难吃到新鲜的蚕豆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两种保存蚕豆的好办法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的蚕豆 快来看看您更喜欢哪一种吧 春天的蚕豆非常的嫩 有的地方也把蚕豆叫做蓝豆、糊豆 我们选蚕豆的时候 挑选这种颜色翠绿、苛刻饱满 按压很硬的蚕豆 反之发黑、扁小、发软的蚕豆都不好吃 当我们剥蚕豆的时候 不需要用指甲去掐 这样稍微时间一长 手指甲就会很疼 我们只需要抓起蚕豆的两头 就这样轻轻一扭 这个胖胖的豆子就可以轻松的取出来 越是这辆好的蚕豆就越是好剥 好了,没一会儿啊 我们就把蚕豆全部剥完了 满满的一盘 两斤蚕豆大约只能剥7年左右的豆子 接下来我们用指甲把蚕豆的小叶牙给抠掉 然后顺便做个检查 把质量不好的老了的破损的豆子都给挑出来 取一个干净的大碗加入适量清水 再加入一大勺子盐 将剥好的豆子倒入其中 用盐水浸泡15分钟 以便去除虫暖和粘东西 时间到我们先用流水冲洗干净豆子 然后将蚕豆沥干水分备用 第一种保存方法 锅里面少放一点油 将量干水分的蚕豆放进来 就这样不停的翻炒一分钟左右 把蚕豆炒至变色 有些人喜欢把蚕豆焯水煮熟后保存 缺点是解冻后蚕豆鲜味不足 而且软啪啪的 口感非常的差 也有人喜欢直接生的保存 缺点是解冻后蚕豆的皮特别老 一点都不好吃 其实保存蚕豆 这样炒一下非常不错 蚕豆被油炒至八分熟后 表面会自然形成一层油膜 这个膜可以起到双重保护的作用 不仅仅可以锁住蚕豆里面的水分不出来 而且可以避免冰箱里面的水汽进入蚕豆里面 提高保鲜的质量 同时因为表皮已经炒熟了 解冻后表皮的口感也不会变老 一分钟时间到蚕豆也变色了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们都添出来 放入一个干净盘中 等它们自然冷却 下面再介绍第二种方法 锅中加入适量的水 放入一个蒸笼 将清洗干净的蚕豆放进来 将其铺平 上汽后 盖上盖子 开大火蒸两分钟即可 蒸过的蚕豆比焯水的蚕豆更能保存蚕豆的鲜味 也不会在解冻后内部变得发软发粉 表皮因为同样已经熟了 也不会变老 时间到 我们迅速打开盖子 取出蚕豆 将它们倒入提前准备好的凉白开里面 让蚕豆迅速降温 这样可以避免蚕豆变黄 再将冷却后的蚕豆 沥干多余的水分 放在案板上 平铺开来 自然的晾干 好了 我们准备两个保鲜袋 将油炒过的蚕豆 和蒸熟的蚕豆 分别装入里面 我们取一盘清水 将保鲜袋泡入水里面 利用水的压力 可以将保鲜袋里面的空气 排挤得非常干净 这时就可以扎紧口袋 里面形成一个 几乎没有什么空气的状态 这样放入冰箱冷冻时 就不会形成白霜 擦干表面的水分 我们可以贴上一个小标签 标注好日期 这样就知道存放多久了 都这样装好后 把它们放入冰箱的冷冻时 吃上一年都没有问题 吃的时候跟新鲜的一样 这两种保存蚕豆的方法 您都学会了吗 感谢您的观看 请您伸出发财的手 帮忙点赞收藏转发 祝您和家安康万事如意